在床運用上,朱博士今天會帶來很多,讓大家覺得很驚奇的一些案例 那現在我們就把時間交給朱博士,請大家掌聲鼓勵 只有一個人鼓掌,怎麼這樣 實在非常感激各位,百忙之中能夠來參加我們實證輔助醫學大會 那這次的大會,我想如果今天是從早上一直撐到現在的,會發現其實非常值得 真的是平常完全接觸不到的東西,今天都見到了 那我也跟各位保證,接下來的時間呢,各位絕對會值回票價 我會盡量用最短的時間,把最豐富的內容呈現給各位 幾個月前我在一次醫學論壇,那個時候會場裡面也都是醫生 我就跟他們講,安排我30分鐘講,但是我只講15分鐘 可是呢,這可能是他們這一些醫生們這一輩子 聽到對他們個人影響最大的一篇演講 待會各位聽完了,就會了解為什麼 我們在座,羅斯寬羅醫師的夫人也在座 知道傳輸英子很特別,也謝謝你能夠光臨給我們指導 那傳輸英子這幾個詞,相信今天有很多位是第一次聽到 郭教授,上次我們見面的時候我也還沒仔細介紹 郭教授也是台大授醫教授,都是我們的前輩 那我現在呢,就很快地先把這一些原理 機轉以及一些臨床案例會告訴各位 那當然,因為今天是實證輔助醫學論壇 所以我會講很多實際的案例 但是呢,我們講案例當然不是替任何的公司或產品來背書 我們就純就科學醫學上我們來做這樣的一個探討 那會後我會留很多的時間給各位來提問題 所以如果有什麼問題就把它寫下來 我們為了中間不打岔其他人的聽講 所以有什麼問題就寫下來 我們知道我們的保健的領域 從70年代就開始流行維他命啦 後來草本啦,抗氧化啊,生物科技等等 現在到了所謂訊息傳輸因子的階段 今天我們也有這個新的書講到免疫傳輸因子 如果各位待會兒能拿到那本書的話可以看一看 裡面我也特別有提到這個科學原理的不同的點在哪裡 待會兒我們中間的時間就會抽獎 然後接著我後面講的是黃博士 他講完還會再抽獎 所以各位吸耳恭聽囉 傳輸因子 它跟一般的營養補充品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各位如果抱著想要聽所謂的營養補充品的東西 那麼一定要改掉這個觀念 我們今天講的不是任何營養補充品 當然它肯定也不是藥物,不是維他命 不是光物質,不是草藥,不是荷爾蒙 它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免疫調控因子 如果坐在後面看不到底下的字的話 它是免疫調控因子 它也就是所謂免疫的本身 它不只是幫助免疫 它就是免疫的一部分 所以在2006年的時候 美國一個非常有名的健康雜誌 叫做Total Health for Longevity 它有一個專刊介紹傳輸因子的時候 它用了這個詞 Immuno corrector 我們免疫系統與生俱來 而且我們也知道免疫系統是維繫我們健康的一個最重要的系統 那它竟然被稱為免疫系統的校正者 Immuno corrector 它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一些含有訊息的分子 它能夠教育,能夠提升,能夠協助維護免疫系統平衡 它是由單核細胞所製造 是40到44個氨基酸所組成的多生態分子 Polypeptide 這個呢 各位上網到維基百科 什麼都可以看得到 那待會兒 我也特別預備了一些資料 就是美國医師參考手冊 這裡面都有很詳細的記載 如果各位以前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或拿到這一份的話 我今天帶了20份 所以待會兒可以過來拿 現在先不要 因為上次在醫學論壇也是 我一講可以上來拿的時候 大家就都離開位置了 會場就控制不住了 所以待會兒會後來 那他在維基百科你上去看 他也有一些圖 那今天的書上也都會有 就是講到他的運作基準 其實他是從1949年就被人類發現 是在美國紐約大學 一個Dr.Lawrence 他在做肺結核防治研究的時候發現的 他發現的時候是發現說 一個得了肺結核的人痊癒了以後 從他白血球裡面的成分 萃取出來之後 放到另外一個人身上 在另外一個人身上 就起了對肺結核的免疫反應 所以他就說在這裡面有某種成分 可以傳遞免疫力 或者說傳遞免疫訊息 所以他當時就給它取名叫 Transfer Factor 就是能夠傳遞免疫訊息的因子 Transfer Factor 名稱就是這樣來 當然經過了幾十年的研究之後 現在已經到了非常成熟的階段 可以到應用 當然我們的免疫系統 雖然是與生俱來 但是因著外界的壓力的破壞 現在的人都成了亞健康 最近新聞很熱門的 許多食安問題等等 這些都造成我們健康上的傷害 再加上大環境的破壞 無論是臭氧層的破壞 無論是污染 無論是生活物調的加快 壓力 這些都造成我們健康上的傷害